有关限制伊朗核项目的会谈还有不到三个星期就到最后期限了 德海兰的保守势力可能会破坏达成协议的可能 助长这种阻力的是奥巴马总统所说的长期的不信任传统 有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是靠翻媒起家的 他们仍然觉得把国内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美国 对他们来说很方便 这项协议显然对伊朗对区域以及对世界都有好处 但他们是不是会赞成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不过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内也面临共和党保守人士的挑战 共和党人赢得了国会的控制权 他们反对达成任何允止伊朗继续浓缩油的协议 卡托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贾斯丁·洛根说 奥巴马和鲁哈尼两位总统都面临类似的政治局面 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或者美国国会 都有强硬的军国主义的鹰派 借用另一个政治学术语 存在某种双层博弈 就是说两国政府领导人都有可能达成协议 但随后都在国内被拒绝 奥巴马总统可以不寻求国会批准 而取消目前美国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制裁 然而即将出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米奇·麦康奈尔说 如果共和党人发现协议无法接受 将投票加强对伊朗的制裁 美利坚大学教授盖伊谢夫认为 达成一项令保守派人士满意的协议可能性不大 如果伊朗方面想这么做的话 他们今后还是有能力来制造核武器 所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这项协议将延缓 而不是终止伊朗对核武器的追求 因为协议会允许伊朗保留大批的油 大量的离心机 还有核运载系统 比如导弹 在允许伊朗保留多少离心机 和多高纯度的浓缩油问题上 双方分歧很大 因此核会谈有可能会再次延长 这有可能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两边 都引发内部的不满 真正的问题其实是 是不是有人只是想在 打破协议前景的大棒上 留下自己的指纹呢 我不相信会是这样的情况 国务卿约翰克里说 他不会被拖入到政治游戏中 我不会就任何政治层面发的评论 我只是要说 就我们的外交政策而言 美国将继续保持团结 并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 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 是所有美国人都共享的价值观 在是否延长会谈的问题上 克里说 美国官员没有谈论 或者想要延长 11月24号的最后期限 他说 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 必须在这个关键日期之前 把事情办成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 发自国务院的报道